我們這個workshop是關於認識聖靈 我們再等一些電影節目進來 因為本來用我的zoom帳戶 但是因為有些故障 所以我們請了多謝Barak 臨時馬上用他的帳戶 大家可能都習慣了這些zoom 所以馬上改變都沒問題 但可能有些電影節目都仍然是 可能是在困惑當中 不知道應該怎樣 但是我們都會把這個錄影 會把這個workshop錄影下來 等於大家如果是錯過了機會的時候 他繼續有機會可以去聽到 可以看看 那我們首先來分享一下 我們稍後會怎樣做 我們會有兩個時段 我們分成兩個時段 第一段就是我們會是把一個的 基督高人神樂園一位教授 吳來如老師 他的一個講座 我們折錄一部分出來 因為他的講座是牽涉到關於早期教會 和這個去到第四世紀 但是在當中可能學術性比較多 所以我們都會集中 只是在這個早期教會 關於是頭行轉那裡 所以我們大約是用他的30分鐘的時間 那這個30分鐘就是去 吳老師是講到 試圖行轉裡面 那個聖靈的七大的特色 那因為呢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興趣 是從聖經裡面看的比較多 所以這方面呢 我首先會從這個影帶裡面 就來給大家聽一聽 吳老師是在用國語的 但是呢 他所講的內容 多謝趙全都 Barak他已經將他分享 將來做成一個中文字幕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字幕 和可以聽到他分享 如果你覺得在國語上 不太明白他講什麼的時候 那個字幕上是有幫助的 然後我們嘗試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沒有什麼體會 那然後呢 我們就 會是開支第二部分裡面呢 是我自己要分享關於認識聖靈 那我希望我做一個比較全面一點 和大家看認識聖靈是怎樣的 那 還有我會用 藤佳欽 藤張佳欽的師母 他曾經去 將聖靈恩 就是聖靈恩 聖靈恩次的教會 他的六大特色 我分享出來 那我和大家來到 去給 小小智力出來 那 也都帶給大家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評估 那 也都完了之後呢 等大家有機會 可以有一個小小的 可以分享的時間 好 或者這時候我會 首先我們請 湯姆帶領我祈禱 好 好的 我們祈禱 今天讚美你 感謝寺寺今晚能夠可以 一起的來到學習到聖靈 還有我們實在對聖靈 是沒有太深入認識 還有我現在感謝你 自助牧師的帶領 用很多不同的課材 去幫助我們 從聖經裡面更加的去認識到聖靈 還有他們就是 將聖靈充滿我們每一位 讓我們聽到的時候都能夠去明白 並且能夠幫助我們 去分辨真靈和假靈 只是他們都是保守我們 每一個在你面前的學習 讓我所聽到的都能夠 可以寄於我們的心裡面 也都能夠讓你的話語 繼續去鼓勵我們 使得我們不斷地去學習 不斷地去認識你 不斷地從聖靈裡面得到力量 求你祝福整晚時間 保守我一間牧師 和我們分享的訊息 保守我一間羅伯士 去為我們所分享 藉著一個視頻裡面的訊息 我們都能夠可以彼此得著 我們討過奉耶穌基多名求 阿明 好 大家都預備好了 我們開始這個下 今天很感謝神 讓我有機會來講 基督工人神學論壇 聖從聖靈的系列 我是負責第三講的 那麼我的題目就是 聖靈的引靈 從早期教會學習功課 那首先我要聲明 我所謂的早期教會 就不單是講 初代的使徒行傳所記載的教會 而且也會繼續講到 到奧古斯丁去世的時候 就是祖後430年 這個期間幾個世紀裡面的教會 那麼至於聖靈的引靈 我兩部分是有點不同的 關於使徒行傳那部分 我就會比較開過的 但是呢 後面的其後4個世紀 大公教會的表現呢 我就會 先會講 對曼塔努主義的處理方法 然後呢 就會講 早期大公教會 建於歷史當中的 靈恩的現象 換句話說呢 我就會 比較集中呢 是講一些 聖靈特殊的恩賜了 就是 狭義來講 靈恩 那些的內容 所謂靈恩呢 就會包括 先知預言呢 見到意象呢 說方言呢 發異夢呢 疫病呢 趕鬼等等的事情 好 那麼從使徒行傳 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呢 那我就發現呢 一些所謂 根據使徒行傳 而採用的教導 跟做法呢 有時候會變成一端 極端 甚至一端 往往呢 是因為說服了 對聖經中 敘事文體 是怎樣解釋的 那在這一方面呢 有一個 新約的學者 叫做 Faye Gordon Fee 那他是一個 有靈恩背景的學者 那他呢 就給了我們 很寶貴的一些的指引 那當他說 我們怎麼以 新約歷史的先例 來成立典範的時候呢 就他提到幾個原則 第一個呢 那就是要留意 這一個歷史的例子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是在主復活之前呢 還是之後 是在五旬節之前呢 還是之後 那還有沒有 已經是取消了 取替了 那第二個原則呢 就是我們要留意桌子 他的宗旨 他的用意 是什麼 這一方面是主要的 然後呢 其他的呢 就比較其次了 第三呢 就是留意新約別的地方呢 就是書信啊 那些的教導 因為呢 這一種的經文 Dodetic passages 就比較直接了 就比較容易明白 好 然後第四個原則呢 就是留意 這一種歷史的先例呢 是怎樣重複出現的 那如果只有一個模式的出現 而且呢 就重複都是這個模式出現的時候呢 就是最可以我們今天學習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模式 或者一個模式出現一次 就沒有再出現了 那麼我們怎樣來用它呢 那如果好像別的經文新約裡面 有教導的 或者我們覺得好像神特別的 批准我們用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 來確立是一個典範的 來接受它 但是也有一些在新約裡面 記載的歷史先例呢 可能是受到當時候文化的影響的 今天我們的文化不同的時候呢 就不應該照著字面來重複了 就可以轉變它 用今天的文化可以接受的做法呢 來實現 那根據這一些的原則呢 我就嘗試 將使徒形狀裡面 聖靈與教會互動的那個模式呢 或者說樣貌呢 就以七點來總括 好,第一個呢 就是我發覺呢 聖靈的工作與神的話呢 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你只是重視聖靈的工作 而不講神的話呢 聖經的話,神的話 那麼就很危險了 或者你到處來 你是聖靈工作不重視 而是只是講聖經的話呢 也是都有危險的 那麼這種的經文 在使徒形狀裡面 我舉一些例子 比方說一章十六節 彼得呢 這個是在五神節之前呢 那麼他呢 就建議 當時候的信徒呢 要選另外一個使徒 代替猶大 那麼當時候呢 他就引用聖經的 而且呢 他說是聖靈 建作就業的時候 的作者所講的話 所以他建議要做的事情呢 是有聖經的根據的 好 第二章一到四節 那是講五行節 聖靈降臨了 後來當於大群的 在耶路斯冷的人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涌到使徒那邊的時候 使徒呢 彼得就這樣起來了 他講這個不是我們喝醉酒 而是呢 應驗了先知悅耳的話 意思呢 他就是根據悅耳先知的話 來解釋聖靈的工作的 好 在十一章的時候呢 就是彼得他要解釋 對猶太信徒 耶路斯冷的信徒解釋 他為什麼會進一個外邦人 戈里流的家 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他呢 就是講到 當他在戈里流的家 傳不應的時候 聖靈就降臨在 那些人的身上了 然後他就說 我就想起耶穌的話說 施洗約翰呢 是給你們水的洗 但是呢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那他呢 於是就解釋 既然聖靈已經降下 那麼呢 就是神已經接到這些外邦人了 所以就給他們施洗 那這個呢 也是呢 就是聖靈的工作 就是要這些 戈里流這些人呢 就受了聖靈 然後他也是連著神的話 耶穌的話 要受聖靈的洗 好 十五章七到八節呢 也是講到類似的事情 就是彼得 他再一次講 這一次呢 是在耶路士冷的大公會議 討論外邦人 信了耶穌要不要受割禮 那他那個時候呢 就再一次講到 他向戈里流傳福音 然後聖靈降臨的事情 好 那麼在彼得講完之後 這個大公會議怎麼繼續的呢 就是 主的弟弟雅各 他就站起來了 他就說 剛才彼得講的話呢 其實也跟聖經 配合的 於是呢 他就引用了雅摩斯書 第五章 然後就是講呢 神會興起大衛的帳篷 然後呢 也是有外邦人會加進來 所以第一點 我們發現聖靈的工作 與神的話呢 是息息相關的 好 第二點呢 就是聖靈跟耶穌的關係呢 是密不可分的 好 那麼這一點呢 第一點跟第二點呢 都是非常重要 可以說呢 我們怎麼判斷 就叫裡面一些的異端呢 這兩個指標啊 是很重要 當然可能還有別的啦 但是一個就是 看 他們重不重視神的話 還有他們是不是強調主耶穌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在《使徒行傳》裡面 我們看見呢 聖靈跟耶穌的關係 怎麼密不可分呢 好 第一章呢 就是 記載了 最初一到二節呢 就是作者 我們相信是路加了 那他就說 他在前一集 就是路加福音 已經講耶穌怎麼開始他的工作 意思就是意味著 現在他要寫的就是下集 或者說 繼續講耶穌的工作 然後他就說 耶穌聖天之前 是藉著聖靈來教訓蒙徒 好 主耶穌跟聖靈 一切的關係 然後呢 主耶穌也說 你們這一群的蒙徒呢 要留在耶路斯林 等到父的允許降臨 就是聖靈降臨 第八節也是這樣 聖靈降臨在你們的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然後呢 就在哪裡呢 耶路斯林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即到第一集 做我的見證 所以發覺呢 聖靈降臨 然後就是 幫助盟主呢 去做耶穌的見證 這個是很清楚了 根據下去的經文呢 都有這一方面的 講法的 就是讓我們看出呢 耶穌跟聖靈的關係 非常密切的 第二章三十三節 就是說 耶穌升天了 然後呢 他就將神的允許 就是聖靈赤下來 又是耶穌跟聖靈 好 然後 或者最清楚呢 就是十六章 六到七節 我中間跳過一些 第六節呢 就講到 保羅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時候 想要去一些的地方 但是呢 聖靈禁止他 好 然後 跟著又說 保羅想往另外一個方向的時候呢 耶穌的靈禁止他 好 那麼 無論是耶穌的靈 或者是聖靈呢 就是指導保羅的 序像 他要怎麼走 所以 看得出呢 就是聖靈跟耶穌的關係呢 是不能分開的 好像 非常密切的 好 第三點呢 我要提出的就是 聖靈呢 是斥力給當時候的門徒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第一章就是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了啊 那這是很重要 但是不等於說 這個就是 很有能力的時候 什麼都不怕啊 其實呢 使徒神章是記載了 當時候的使徒門徒呢 是有很多的苦難的 比方說 第五章講到呢 那個 使徒們呢 他們 被 猶太的宗教禮袖 關到監牢裡 在耶路撒冷的 雖然 後來好像沒事了 因為呢 就是最後有 那個拉比加馬列 為他們 講一些話 就說 告訴那些宗教領袖 不要勉強啊 不要做 做到神的工作啊 因為 你不知道 這個是出於神 還是出於 人啊 那 後來呢 他們沒有措施 釋放出來 這個是 十二個使徒 但是呢 空會的人 也是把他們打了一頓啊 好 這個就是苦難了 那六章講到 史提法 他們滿有神的 聖靈的能力的 但是 第七章就記載了 他講完一篇很好的道之後呢 你可以說是 平的聖靈全能的步道 但是最後呢 他還是殉道了 被石頭打死 好 那 這一些的經文呢 都是提醒我們呢 有苦難的 不但是 這些人呢 十二章就記載呢 使徒當中 就是雅各 就被 那個西律 殺死了 但是彼得呢 就是脫離了監牢 天使帶領他出來 所以這裡面呢 就有神的主權 有聖靈的能力 但是有時候 也會有苦難 有尋到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呢 是要我們記得的 苦難跟能力 有時候 是分不開 你不能夠只搶掉 成功的神學 或者全能的步道 而不提 沒有苦難 不提這個苦難 所以第三點 我要提醒的 好 第四點呢 我想大家 應該不會放 教會 不要少 但是也有人這樣的 就是發現呢 聖靈好像是 射頭 好像火 這樣降在 使徒的身上 然後又提到 聖靈充滿他們的地方 好像一陣的大風 之類 那麼聖靈降下來 那好像是一種 超然的力量 讓人想到呢 好像是 電啊 好像是一種 耐骨的力量 但是呢 很明顯 聖靈呢 是有它的位格的 它有意志 它會 被人抵擋的 人呢 又欺騙聖靈了 是一類 聖靈會禁止 當時候一些的行動 那顯然呢 就是聖靈是力量 但是它也是有位格的 好 第五樣呢 就是 聖靈的降臨呢 會引出 救恩歷史的進展 我是講什麼 記不記得呢 就是那個飛衣啊 他提到呢 一個原則 就是你要知道 這個作者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用意是什麼 那麼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第一章第八節呢 就是主耶穌說啊 當聖靈降臨的時候 你們就要怎麼樣 得這個力 然後在耶路撒冷 還有太全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做我的見證 那麼 或許話說 其實這一卷書呢 是要描寫 耶穌的話 怎麼實現呢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呢 當中有很重要的 四段的事情 其實就跟這一個的 救恩的歷史的推展 有關係的 五行節的 撒瑪利亞怎麼樣得到聖靈 更林流怎麼信主 還有 剛才沒有提到的 是十九章記載 以夫所有十二個信徒 他們是怎麼領受聖靈的 那我們很快看一看 那五行節的時候呢 就是耶穌的門徒呢 他們祈禱 他們等候聖靈降臨 然後在五行節那天呢 很大的響聲呢 好像有射頭 降在每個人的頭上 那麼然後呢 聖靈說他們都被聖靈充滿了 就說起別國的方言來 這一個的次序是這樣子的 那這些門徒 一早已經受過水禮的了 但是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 充滿他們呢 就是過了一些日子了 從主耶穌聖天之後 還要再等到五行節 好 這是一個的模式 就是 新耶穌的人怎麼領受聖靈 好 然後我們看撒瑪利亞人 聖靈記載呢 就是 那個傳呼應的菲利啊 不是十二使徒當中的那個菲利 那這個菲利呢 他呢就是去到撒瑪利亞呢 帶領很多人信耶穌 你現在信了耶穌 而且已經受了水禮了 受了水禮 但是呢 沒有聖靈在他們身上 那 那 耶穌聖人的使徒聽見這件事情呢 就覺得奇怪啊 那 於是呢 就彼得跟約翰呢 就去到撒瑪利亞了 就為他們祷告 安守在他們身上 這些信耶穌的人 然後呢 聖靈就說聖靈就降下來 賜下給他們 不過呢 聖靈沒有說他們那些信徒呢 就因此說方言 沒有沒有提到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很肯定呢 就是他們領受聖靈 一定有一種表現呢 是彼得約翰認為聖靈已經降臨了 而且不但彼得約翰 然後 另外一個聖靈呢 就是 一貫是行那些邪俗的聖靈 他都看得出 現在呢 使徒 彼得 一按守 那麼就有聖靈刺殺了 所以這個呢 一定是 可以看得見的 不過聖靈沒有說是說方言就是了 好 格里流 剛剛提過了 彼得去到他的家 那當時聚集的有他的朋友 他的親戚 彼得講道的時候 突然間就發現聖靈降下來了 怎麼知道呢 因為在場的外邦人呢 他們開始說方言了 就好像 五行節的時候 使徒們和他們一樣 所以彼得呢就是說 這些人已經受了聖靈了 而且呢 他就想起 主耶穌說過的 你們要受聖靈的喜 所以呢 他就是 把自己在五行節的那個經歷 叫做聖靈的喜 而且呢 也是把格里流他們的人呢 在經歷呢 說是受了聖靈的喜的 好 然後呢 他就說這樣這樣 我們就給這些人水禮了 讓他們受洗了 就是歸了耶穌的名相 好 這是第三次很特別的事情 好 第四次就是 而他們呢 他們呢 雖然說是信徒 但是呢 他們只知道 思喜和的喜 那保羅就覺得很奇怪的 因為他就問他們 你們信的時候 有沒有聖靈啊 那那些人就說 不知道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保羅就問 你們是奉誰的名受喜 或者說你們歸日誰的名下 他們就說是思喜和的喜 那保羅就說 這個不夠啊 還要奉耶穌的名來受洗的 啊 於是他們就 再洗一次 然後保羅按手在他們身上呢 聖靈就這樣下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 說放言跟說預言了 那我們發覺呢 這是一個 是個很 好像很標誌 就是說 啊 很重要的 事情當中呢 那個次序 不同的啊 嗯 聖靈這樣臨時在哪一個的 有不同 然後 有沒有說 方言呢 也不一定 啊 OK 這一個呢 就讓我們看見呢 聖靈降臨呢 是 特別是顯示出神的救恩 是怎麼臨到 猶太人啊 撒瑪利亞人啊 外邦人啊 這個顯示救恩歷史的發展的 好 第六點呢 也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呢 聖靈不單只是 赤事奉的能力 我們剛剛看過啊 第一章第八節很清楚了 但是 不要忘記呢 就是聖靈 也是赤新聖靈的 那我這樣講 可能大家覺得這個有什麼 特別的 保羅一直都是這麼講的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因為有些人認為啊 使徒形狀的 關於聖靈的講法呢 跟保羅的不一定完全一樣的 啊 使徒形狀的聖靈好像是一個 先知講話的那種靈 吃能力的靈 幫助人士風的靈 那麼 好像不是說 離性 性有性生命的時候 一定就是聖靈 臨到你的啊 那麼這一點呢 我覺得有些學者呢 解釋得很清楚啊 就是 甚至在使徒形狀裡面 聖靈不單是吃能力 給人家侍奉能力的聖靈 也是呢 很明顯 人得救 人有新的聖命 一定要有聖靈的 我們怎麼知道呢 很清楚我覺得 就是十一章 當彼得 當彼得 重複講 他怎麼去越波 然後怎麼對著 格里流一家講道的時候 他所講的話 你就發現呢 原來這個聖靈的喜啊 讓人得救啊 讓人悔改的聖靈 是一回事來的 你看哈 那個人 就是彼得說 那個格里流啊 告訴我們啊 他怎麼看到天使 那個天使 怎麼叫他去找彼得 然後呢 天使說 他有話告訴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所以彼得來的是要叫他們得救的 我一開始講聖靈兵 便降在他們身上 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神既然給他們恩赐 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給了我們一樣 我是誰能攔阻神呢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 只歸榮耀與神說 這樣看來 神也賜恩給外邦人 叫他們會改的生命了 那我特別呢 就是把幾個 用詞呢 就是用黃顏色 highlight 就是聖靈教你給他們的時候 約翰的那個 戈利流的時候 就是受聖靈的洗 而這個呢 就是讓他們得救 匯改的生命了 所以不要說聖靈的洗呢 不是所有救徒都有的 要等候的 然後才有聖靈的洗的 照這裡看來不是這樣子 聖靈的洗是應該一開始 信耶穌的時候都有的 好 那麼我跟著這裡也講一個 就是呢 對不起 我覺得還是要再恒服一點 就是 沒有錯啊 聖靈的洗應該是開始的時候 匯改的生命的時候就有聖靈了 但是聖靈充滿 不一定就是一次過的 我的意思說呢 你看使徒的形狀的時候呢 彼得十二個使徒 他們呢 在五行節的時候是有聖靈充滿了 但是第四章的時候呢 他們禱告啊 因為受到逼迫 他們禱告 然後聖靈就是說 禱告完畢之後呢 那個地方好像震動了 然後呢 他們被聖靈充滿了 或者話說呢 其實聖靈充滿是可以重複出現的 這個其實保羅有講啊 不要醉酒 那要被聖靈充滿 是一個可以重複的 就是不斷地 今天4時 一個警察叫911 然後這個 這個我講了 答案特別一點呢 就是聖靈他長管個人 個別的基督徒 也是長管眾教會 那我想這一點呢 其實應該都很多例子啦 比方說七個聖事 是有聖靈的特別的恩賜的 肥利 彼得 那彼得他不但看到意象 而且聖靈也告訴他 你要跟著戈利流派來的人 去他的家 這個是聖靈對他講話的 而保羅 聖靈禁止他去什麼地方 然後呢 後面20章21章呢 都是關於保羅 要不要去耶路斯領的 所以聖靈呢 是帶領一個個別的基督徒 那人也是要順服了 好 然後掌管眾教會呢 我們發現呢 很多經文呢 其實是提到呢 聖靈怎麼給教會得到安慰了 聖靈怎麼透過先知 預告有饑荒 聖靈怎麼拆派保羅跟巴拿巴 聖靈怎麼給教會的人有喜樂 聖靈怎麼帶領這個大公會議 然後呢 聖靈怎麼設立監督 那這些呢 都顯示了 使徒行座裡面呢 這個聖靈的工作 是很奇妙的 也是呢 帶領個人跟帶領教會 都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會在這個方面呢 停下來一下 那因為呢 最主要來講呢 我想大家聽就是 關於他講到 《聖靈行座》裡面 那七個大的特色 可以試一下看 如果你要抄下筆記的話 幫你去重溫一下 好嗎 在這個他們所講到 吳羅如老師講到 這個聖靈 《聖靈行座》裡面 聖靈的一個 七個大的特色裡面 大家試一下看看 有沒有抄下筆記 試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他說聖靈工作 是跟神的話語息息相關的 是不是 有沒有記不記得 聖靈工作 跟神的話語息息相關 這個跟我們經常都說 唯獨聖靈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一切的 所定斷的道理呢 都問聖靈有沒有根據 我們都曾經探討過 很多不同的課題 他好像死亡神學裡面 我們死亡 死後會怎樣 那有些的課題 是好像很精彩 有人解釋得很精彩 但可能因為沒有聖經 的足夠根據的時候 我們都說 這個都是猜測 不可以定論 換句話來說 我們其實一直來講 我們基督教信仰 都是以聖經為本 所以 他說聖靈工作 和神的話語息息相關 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第二個 他講到第二個 的論點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抄下 和耶穌是息息相關 和耶穌息息相關 和耶穌的關係物不可分 大家有沒有抄下這個 那什麼意思 從耶穌是物不可分的意思 其實這一點是可以判斷 二端的重要指標 因為聖靈是 耶穌是藉著聖靈 來教導信徒 聖靈也為耶穌作見證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過 聖靈不是獨立去行事的 聖靈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 要將耶穌高舉起來 耶穌基督對耶穌的認識 可以靠聖靈的引導 但是 我們不只是去對聖靈認識 其實聖靈的經歷 是讓我們對耶穌更加認識 因為耶穌來的目標 就是 去將耶穌基督去高舉起來 使我們更加認識他 你可以想像一個信徒 如果他信了主的時候 他對耶穌認識都仍然有限的 但是我們一直是在聖靈的引導底下 也就是聖經的教導 我們來到去 去認識到 我們這個耶穌基督跟我們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聖靈的引導感動我們 但是目標是什麼 是我們是在耶穌基督裡面 是降伏下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是吧 好了 第三個 他講過的 那個的 重要點 重點是什麼 聖靈所加的能力 不是意味著 沒有苦難 聖靈所加的能力 並不是意味著 我們沒有苦難 聖靈所加的力 不是意味著 沒有苦難 你發覺我們在 某些的靈恩的教會 或者可能去標榜聖靈裡面 其實我講到自己是 講到自己是 非常之 很順利的 甚至好像很有能力的 好像 靠著那加給力量的 然後說 凡事都能做 我們是天下無敵的 但是呢 其實呢 吳來源老師在這裡講到齊 其實 當我們去面對聖靈的能力的時候 並不是讓我們沒有苦難 但是反過來 是我們有能力去勝過 去面對苦難 未必一定勝過 但是面對苦難 這個面對苦難的能力 都是給我們的 所以這個是 第三方面 是聖靈的加力 並不是意味著沒有苦難 聖靈 是一個超然的力量 但是它會有偉革的 它超然的力量 但是有偉革 就是我們說 我們不會說聖靈有自己的能力 差不多 你呼之之來揮之之去 你就是最厲害的那個 不是的 但是其實它是有偉革的 就是它可以在 就是等於我們說 當神有偉革的時候 它可以在我們討告上面 可以say yes say no 或者等等 是吧 就是有它的主權決定的 有主權決定的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知道 就是 變成我們會對聖靈來說 我們 它不是我們去洗那個 而是我們給它洗 可不可以這樣說 好了 還有沒有 第五樣東西 在那裏寫下了 就是聖靈降臨 是引出了救恩歷史的進展的 即是聖靈的行傳 司律行傳 或者教會行傳 都是一個的歷史 但是這個歷史是什麼呢 是一個救恩的歷史來的 我們看到上帝怎樣 在這個工作上面 很大能的來開展了 一個又一個的 不同的歷史生的一頁 他好像當他在這個 五順之聖靈降臨的時候 他開展了一個教會生的一頁 我們叫做教會生日 是吧 當在這個歌利流那裏 聖靈在歌利流的身上 去做了奇妙的作為的時候 我們知道開展了一個 新的一頁 就是外邦人能夠信主 是吧 如此類推 你可以看到猶太 猶太傳地 耶路撒冷 猶太傳地 撒馬里亞 一直這樣開展的時候 都是聖靈開始的 舉個例子 是聖靈引導 寶羅 就是我們叫馬其頓呼聲 是吧 在當中都是見到 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其實這個過程是什麼 是將 教會的福音來推展到世界各地 所以這個是 在當中 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教會的歷史 就是究竟的歷史 今天我們所謂的歷史 我們做 譬如聖靈堂的歷史 都是一個究竟的歷史 就是什麼 多少人信主 什麼人信主 誰能夠認識耶穌去讀 誰能夠認識耶穌去讀 所以我們說 攝靈傳是28章 但是教會的歷史是 是很多章 攝靈傳是記載了一世紀的 一個的 教會的發展的方向 但是到現在我們知道 發展到很多 全世界 世界各地 那這個就是第四四四 第五方面就是 這個的 聖靈降臨是引出了 救英歷史的進展 好了 就說第六是什麼 就是聖靈去刺生命 力量 亦都像這個侍奉的能力 是嗎 聖靈像生的生命 亦都像侍奉的力量 那我知道聖靈是 是被人生的生命 但是亦都 是被人有能力 去面對生命所有的事情 甚至可以有生命力 去怎樣 可以來到為主做見證 去祂施風神 聖靈的充滿 可以是重複性的 聖靈的充滿 可以重複性的 我們知道 聖靈的充滿裡面 就是有不同的記載 而是 他們 就算少行主裡面 門徒都被聖靈充滿了幾次 是吧 在這個聖靈降臨的時候 他們被聖靈充滿 就開始廣道 給得廣道三千人信主 那當他們在第四章裡面 當那些使徒來被人打的時候 他們祈禱 祈禱之後 聖靈說聖靈充滿 他們就繼續放膽 去傳揚主的福音 不過在這個第七個項裡面 吳內宇都會說什麼呢 就是聖靈掌管個人 亦都掌管教會 聖靈掌管個人 亦都掌管教會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可能很細尺 那這個是我自己所寫的 記得的一些筆記 那我稍後都會把這個筆記 給大家 如果大家 未必能夠去掌握到 我回覆了幾次 幾件事就是 聖靈和教會的七個特點是什麼呢 大直一點 要雞腦這麼大隻字 看得方便一點 是不是 看到一些 是嗎 聖靈主裡面有關聖靈的七個要點 聖靈工作神的話語息息相關的 聖靈和耶穌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件事就是 聖靈的加力是不意味著 沒有苦難 那第四件事是什麼 聖靈是超然力量 亦都是一個有違革的 而聖靈降臨 引出了救恩歷史的進展 每一次他的進展裡面 都會充滿了一些人 去加能力給那些人 去繼續發展 將形式傳開 聖靈是身心也都像這個力量的 能力的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 聖靈掌管是個人也都掌管教會 七件事裡面 是慢慢給我們有系統去認識聖靈 有時候我們在聖靈的理解上面 因為我們可以受著不同的教會的 他們的傳統啊 或者是教會的特性 就像有些聖靈教會裡面 很高的聖靈的時候 那其實 他們是看到一個教會 在過往歷史裡面忽略的一面 比如沒有聖靈 沒有說聖靈的 聖靈是這麼重要的 但是當他高舉的時候 有些比較極端的 就走得比較過激了 我們又發覺 是說了 不過說多了 說到這些不應該說的話 那裡面又有另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呢 無論門來瑜老師 這個七個的特點 或者我稍後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就是我們怎樣透過聖經 透過神的話語 去建構我們一個很有系統的對聖靈的認識 以致我們不會走向極端的任何一面 不認識他 又是一個極端來的 為什麼經常都不提聖靈呢 好像沒有聖靈那樣的 但是也都提到一個地步就是 差不多去 好像聽你洗的 給你洗的 又好像應該是一個極端 我們的信徒是 培養一個比較溫和 而是當中是中肯的一個看法 以至我們什麼時候 適當地去支取聖靈的力量 去呼求聖靈的人 去幫助我們 什麼時候我們怎樣 去放下一些比較極端 甚至不合乎真理的表達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試圖 我們試圖去做的就是 去糾正一些錯誤 但是怎麼樣 去把好的東西 去繼續傳承下去 OK 好了 先停一停下來 明天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你自己 牧師我有一個問題 是 想clearify 聖靈的洗 那聖靈的洗 是不是就是 當我們相信主耶穌 做我們的救主的時候 就是那一刻聖靈 如果不是聖靈的工作 就沒有一個人能稱耶穌為主 是聖靈的去光照我們 讓我們知道有罪 我們要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當我們接受耶穌那一刻的時候 聖靈就提醒我們 是主耶穌釘十字架 洗乾淨我們的罪 是那時候聖靈就進入我們的心裏 給我們一個新生命 那那個是不是就是聖靈的洗 大家聽不聽到Mary的問題 就是聖靈的洗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這個很好的問題 是一次嘛 那時候是不是就是 我們接受耶穌做我們救主聖靈 主耶穌洗乾淨我們的罪 它就稱那個是聖靈的洗 這個很好的問題 我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沉思一下 想不想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有第二部分的問題 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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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Mary說得很正的 現在來說 你受聖靈洗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一個重生的 聖靈也說了 是一個重生的人 就是被受洗禮的禮 以及也帶了聖靈在裡面 這樣 是 我經常以為是 是洗禮那個時候 因為 寶羅問 不是 寶羅還是地德 他就問那些人 你們洗禮是 是受若寒的洗 還是聖靈的洗 那些人說是 我們受若寒的洗 都不知道有聖靈的洗 那所以就幫他們再洗過 嗯 嗯 嗯 很好啊 好 所以呢 我就覺得是 因為他說是 施洗若寒的洗 不是耶穌 那當你承認耶穌 是真神 洗乾淨我們的罪 那那個就聖靈的罪在我們那裡 就不只是說 我知道我自己有罪 嗯 其實這個很好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其實 不是 這個問題 不是那麼大發生在我們 在福音派 以及在我們主流教會 以聖經為本的教會 為什麽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教會 的教導上面 聖靈的洗 是同一個在聖禮裡面的洗 是同一樣 好像我們會引用 這個《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 第三節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任於一位聖靈 那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說 在聖父聖之聖靈的洗禮的時候 那但是呢 其實 在一些的靈人教會裡面 他們產生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想把聖靈的洗 和聖靈充滿 他們將它連貫在一起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有些的教會裡面 可能就會說 這個聖靈的洗制 當日方言的時候 就是聖靈的洗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這個方言 是聖靈的洗 還是聖靈充滿 究竟洗還是充滿 他們是又洗又充滿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他們產生的 有些人 有些學者就會說 其實在靈恩的教會裡面 對於這個 他們都還沒有建構一個 系統的方式 因為他們自己之間裡面 都有很多不確定的事情 但是在我們來講 很確定清楚 就是聖靈的洗 就是洗禮的時候開始 我們已經提醒聖靈的仇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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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他們要連貫在一個經歷上面 就是謊言的經歷的時候 於是我們就引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正如我們說 當他講到聖靈的洗的時間裡面 他又講到聖靈充滿 究竟是一個生命的聖靈充滿 是生命方面的關係 還是這個即時 就是你做事奉上的關係 也都不是很確定 為什麼呢 他會表達聖靈充滿是一個能力 所以他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在初期的靈因發展的事情裡面 其實他們是跟這個聖結運動有關係 在各界裡面所謂的復興運動 所以認為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更新過來的 是生命方面的 但是後來他們發覺 在很多的 為什麼說聖靈充滿的一些領袖裡面 似乎為什麼也有這麼多的 相關的一些醜聞和問題出來呢 其實裡面的一號 不是在講即時上面 所以其實在當中 我們可能反而問回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你所說的聖靈充滿是講即時 還是生命呢 其實這個是 所以說 每一個運動之後裡面 所帶來的一些反思裡面 是要處理的 而這些問題其實 其實在這些教會的背景裡面 其實都是真的沒有什麼定見 還仍然是在討論著 仍然是一個所謂的 大家有不同的 就是你有贊成什麼 你有贊成什麼 但是我們來說 我們來說 我們要堅持就是 我們很相信就是 你有沒有聖靈在你裡面 有 你有沒有聖靈在你裡面 有 你有沒有被聖靈充滿 有 有 當你覺得整個人被投入 在神裡面 將他掌管了你的時候 你覺得有聖靈充滿 當你覺得 在當初上天抓住你的心 去提醒你 要你將自己再次交到給神 其實 這個是一個在主裡面 那種聖靈充滿裡面的表達 這個是生命裡面的 一種跟生命的結連來的 然後你會結出很多聖靈的果子裡面 那其實 這個是我們將聖靈充滿 是在生命的角度來看的 但是這個充滿永遠都是繼續有的 因為為什麼 你會是 就是你會 你會 好像入友那樣 你會不斷來行駛這輛車的時候 你會虧的 是嗎 你會繼續去注入上帝的恩典 你會繼續去面對各樣的事情裡面 你會有恐懼 但是你會直接 聖靈充滿 你會再重拾信心 會有信心 是不是 這個過程是不停的 不停的 所以 這個在過程裡面 其實 我們探討一個 現在還有很多的討論裡面 但是在我們 作為一個聖靈圍本裡面 我們不需要擔憂 因為 我們就算沒有這樣的經歷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憂 因為聖經 我們是用聖經來圍本 聖經說我們 比如說聖靈的心 同志 我們是神的怨慮 有人說 你是不是 你做得這樣 我不好 我們有時候覺得 哎呀真的我不好 但是當我們在祈禱裡面 看到聖靈圍 神是請教我們 是屬於恩典的慈禦 而 至於我們受罪 我們有很多虧欠 你是在神的怨慮 你認罪 神是繼續再次自立你 我們在神的怨慮本分 是沒有改變的 是沒有失落的 那這個其實是 我們用聖經的教導方式 去提醒我們 所以 吳老師去採討的兩件事 其實很重要 在聖靈的認識聖靈裡面的根本 就是聖靈和神的話語不合分 聖靈和耶穌的關係不合分 你認識聖靈也同時 正在認識耶穌基督 你認識聖靈的引導的時候 其實你是復興在聖經教導上面 你會去追求聖經講些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回答到 Mary的問題 我說有 恭喜我們大家 我們每一個在祖語裡面 是聖靈的洗已經是有 是實實在在 聖靈是這麼說的 聖靈賜給我們這件事 說沒有的不是我們沒有 是因為他們 很多人不覺得沒有 我們有而已 那我的part 2的question 就是 聖靈的洗 在使徒行尊那個時期 就是教會的時期 是有something visible 他們是看得出 他們是有聖靈的洗 但是現在呢 我們就相信主耶穌 我們的聖靈是聖靈充滿我們 我們是有聖靈的洗 但我們未必是有這麼 visible 的 sign 我的問題就是 有什麼在使徒行轉的時候 是有那個需要 有一個 visible sign 現在呢 就未必有這麼 就是除了很開心 心裡面平安 這些 但這些都是很 subjective 的 使徒行轉的時候 好像是有心點很 objective 的 他們看得到的 所以我就問是 是不是有什麼 factor 以致當時是有這個需要 現在或者沒有這個需要 其實呢 那麽理提到的 subjective objective 這件事呢 都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另一個 question 就是 你怎麼知道這個 subjective objective 呢 我們 visible 的意思 就是 我記得有個姊妹 年長的姊妹分享 我現在的家人都發覺不同了 為什麼不同了 你以前不會幫人做事的 你現在會主動幫人做事 那這個是不是 visible 呢 invisible 呢 那我們 visible 的意思 是不是只是規限 在一種 visible 的證據上面呢 已經沒有說到 那個是唯一的證據 但是 當這個視徒看到這個 已經是這樣的 當你說一些的時候 聖靈是充滿了這個 哥利喏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阻止它呢 其實 學者也要提到 就是司徒行傳裡面 在一個這麼爆炸性的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上帝用了很多的神跡 其實印證了這個開始 但是這個的開始之後 其實有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需要用這個方式 這個其實在學者都是 是有些不同的討論當中 但是問題就是 當我們說一個人的生命的 經歷神的 visible 是不是只是規限在一種上面呢 到回頭說 為什麼我們規限在一種這種事件上面呢 比如說我們在聖經裡面 有提到 當在另一個的 那些人被聖經充滿之後 他有兩樣東西 他又說謊言 又說語言 那說語言 那是一個 visible 他在語言裡面 那麼我們 有些人當中去 喜樂平安 這個 visible 但是這個 visible 對那個人來說 是很 subjective 很感受的喜樂 但是如果一個人說 哎 我之前覺得你很苦瓜瓜 現在但你充滿了喜樂 那麼這個人的喜樂 不再 visible 不是再是主觀 而是一個客觀 因為被其他人認證 他以前不是這樣的 現在為什麼不同了呢 所以我們對visible invisible invisible 我們其實是把神秘化了 規限有些東西才是 還是不是呢 而聖經四郎傳裡面 我們首先要知道就是 這幾個的重要事件 記載的確是有一個 舉小觸目 很爆炸性的東西 但是 我們是不是今天每個人信徒 我信主的時候 都是要遇見了一個 屍頭火焰在我上面 跟著就是 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覺得就是 是我們規限了上帝 那個奇妙作為 還是我們是正確解釋聖經呢 我覺得我們 有時候覺得我們 要用很多元化 去有很多不同的 visible science science 不一定是神跡性的 有一個其實是在生命裏面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很多時候是生命的 science 是證明 不是那個神跡性的science 那種的 那種的 人記 所以這個 首先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們要理解 我們要理解 什麼是 visible invisible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老師 我想另外 我們也要注意 當極端或者異端 去挑戰我們的時候 他們就用一些極端的說話 比如說 你們沒有聖靈 你們沒有聖靈的充滿 因為你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沒有說到這些事情 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沒有走過這些事情 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 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要學習 去小心去聽到 一些異端的說法的時候 是用一些的說話 用一些極端的說話 去引你去信他 很好的提醒 多謝Daniel 這個時候裡面 這個時候裡面 或者我們 透過這個討論裡面 我們都可以去回顧一下 之前 吳樂宇老師這七大點 現在我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試一下用另一個角度 希望是一個系統式的 去認識聖靈 還有我也都借用 藤章家欽師母 去舉個范寧恩的一些特性 我自己出來 讓大家說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在每一個裡面 我試一下 試圖給一些評估 是我自己做的評估 跟大家分享 好嗎 認識聖靈 我發覺過去那兩年裡面 我們都試過 有系統的來到 在崇拜裡面 都講過關於聖靈的 例如我舉個例子 今年裡面我講的 聖靈行轉 我們都用了一個時間去講 不同的聖靈的工作 上一年裡面 我們都有這樣的機會 去講關聖靈的東西 我記得 或者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去分享過 聖靈行轉裡面 有關於能力的聖靈 生命的聖靈 使命的聖靈 真理的聖靈 我想再一次告訴大家 很不錯的 這個其實的系統裡面 是我們試圖用這個 崇拜講道的形式裡面 去把這個重要的題目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去對聖靈的一般認識 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都聽過 我們過往一些的講道上面 我試一下簡單一點 分享一下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經常都講 三位一體的上帝 是什麼 聖父 聖子聖靈 我們知道聖靈是第三位 它是講到這個 關於聖靈的本位 和維革方面 我們知道聖靈是靈 但它不單止一種能力 我剛才在吳老師所講的 聖靈是一個靈 是什麼呢 在這個愚文裡面 它將它分為這個 風或者靈 不同的翻譯解釋 但是與此同時的話 其實當它講到這個 聖靈是一個能力的話 我們必須要知道 它有維革的 就好像剛才吳老師提到 就是 它不單止能力 有一個維革 所以我們知道 三位一體是什麼 是同尊 同榮 同等的 什麼是同等 同尊 同榮 同榮 其實就是 它有權 可以去 有主動權 去發出主動權的 我要什麼 我想怎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維革上面 有一個維革的 就不只是聽猜譴的 它是一個主動成為猜譴者的 所以我們知道 就有一個馬其頓呼聲裡面 為我去那裡 去馬其頓 接著呢 第十三章 《少林傳》裡面 為我分派一些人出開的 所以呢 不是聖靈 不是後來才有的 而是一早 起初已經有 是跟聖父聖子是同等 同時已經存在的 《創世紀》第一章裡面 除了講到 起初神創造天地之外 其實說 第二 接著說什麼 神的靈運行到水面上 那這個就是講到聖靈參與在創造裡面 那你說聖子怎樣參與創造呢 我們就在《約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接著說什麼 後面那幾句 《萬物是借著他做的》 《凡未做的》 《沒有一樣不是借著他做的》 你留意就是 《約翰福音》是講到 這個耶穌參與在創造裡面 其實第一章的《創世紀》 是講到聖靈都好像參與在當中 所以我們說聖靈有先傳性 同等的位置 它是可以來作為主動 主體式的 但是我們知道 有些人會區分 在聖經裡面 創造很多時候是講到聖父的 《救贖》是講到聖子的 當你說引導的時候 是講到聖靈的 有沒有聽過 都有聽過 但是我們知道 其實這三樣東西 都可以同時是出現的 聖父、聖子、聖靈 都在創造、救贖和引導裡面 去參與 我們說功能上可能是有別 但是它是互相依賴的 是互相成全 所以你有時候聽到 我們說靠聖靈行事 但是我們也聽過 為耶穌而緩 我們說要討神喜悅 這幾樣東西不同的表達 對象好像不同了 聖靈、耶穌 跟著父神 但是無異就是 其實它提醒我們 當你行事為人的時候 你是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一個個性 當你的生活之中裡面 你是討神喜悅的 你是另去喜悅的 而我們看到 當你說除了聖靈 引導的時候裡面 有時候在聖經裡面說 我們要去遵行神的心意 也有時候我們說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我們都好像發覺 好像在講不同的對象 沒錯 我們在一些教會裡面 特別標榜著聖靈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聖靈 但是如果在聖經整個裡面 無論行事、引導、生活 尋求旨意裡面 其實都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向著 三位一體的對象去行 我們當我們說 信蟲聖靈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要明白神的話語 我們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樣 因為信蟲神的引導 就是你知道 他叫你走什麼 跟我們今天所講 去明白神的旨意 其實好像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所以我們 首先就知道有些教會 的確是高舉了聖靈 因為以前沒有 現在是高舉的 但是我們不要忽略說 其實 我們的敬拜對象 仍然是三位一體上帝 不是其中一個那麼簡單 我們看聖經 怎樣去講述聖靈的角色 我知道聖靈的描述裡面 聖經有講到好像風 好像甲子 好像火焰 在聖靈的第二章 或者是露九分第三章裡面 聖靈的甲子 說在耶穌身上 但是這是描述的形象 看得見的形象 就好像耶穌 去道成肉身 我們看到在世上的聖子 是誰 就是耶穌 我們可能也從這個 以賽亞書裡面看到 耶穌也沒有佳營美容 我們看到他的容貌 覺得沒有羨慕 這些是講到在地上 這個受苦痛的 或者是一個在卑微家庭長大的耶穌 但是這個不是代表 這個榮耀的上帝 記不記得在耶穌基督登山變象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形象不同的 發光的面紅 我們啟示錄的時候 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這個充滿了一個威榮的耶穌基督 這個威榮的耶穌基督 再不是一個地上肉身的耶穌基督 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執重在某些形象上面 但是這個上帝不是受形象的行制 不是受這個形象的規限在當中 所以我們要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知道 可以他是一個很超越性的上帝 但是他又將他自己 為恩典為愛緣故 他局限了自己 在某些形態上面 這個是對聖靈的形式 形象上面 好了 接著呢 有其他角色的 是什麼 他有幾方面跟大家分享 是生命的聖靈 又或者叫做聖經的聖靈 生命是追求聖結 目的就是 去聖靈來的目的是 練正我們 幫我們過一個聖經的生活 當我們聚人去成為信徒的時候 我們地位上面已經清移 我們已經蒙恩 但是我們仍然是充滿了罪惡 需要練正去學習過聖經的生活 但是你沒有期望著就說 咦 我們一定可以在世上練正了 也不可能 因為我們不停會見到我們自己的罪 所以對付罪 去過這個聖經的生活 是我們信徒的目標來的 正如這個好樹去結好果子一樣 所以在積極方面 我們會學習去結出這個生命的果子 所以當我們提到生命的果子的時候 看到聖靈的時候 你一定會提到什麼 人愛 喜樂 和平 恩慈 良善 信實 忍耐 溫柔之際 如果你去看這幾個所謂的不同的生命果子 聖靈果子的時候 一個的聖靈果子有九個面相的時候 其實可以再分為對神方面 對人方面 和對自己方面 三個不同的香道 但如果你在整個聖經裡面 其實在聖靈引導底下 我們其實對神 對人 對自己 和對世界 這四個方面 我們都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建立一個美好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聖靈的角色和功用上面 第二個 我們看到的是 恩慈和激視方面的聖靈 聖靈是 去隨己意 去將不同的恩慈分給各人 使得信徒去擔任不同的角色 這是聖經所說的 當他領受不同的恩慈 擔任不同的角色 他目的是為了完成教會的侍奉 榮神、益人 聖經的教導這個恩慈力 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所以如果你看聖經裡面 聖經裡面 有很多前書裡面 以及以復所書第四章 也不要忘記 原來羅馬書第十二章 都有講到關於恩慈方面 恩慈其實是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當是聖靈恩慈的時候 聖靈好像是把禮物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有些人的恩慈是天生出來已經有 有些人的恩慈是信了主之後才有 但是當我們去用一個 特別的字眼去清的時候 我們清了高林多的禪書 是張顯聖的恩慈 有些人是超然的恩慈 超自然的恩慈 但是也有些在其他即時方面的恩慈 或者教會管理方面的恩慈 但是這些恩慈裡面 特別我們看到這個 《高林多前書》 和其他的書卷裡面 似乎好像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恩慈 而在《靈恩》色彩比較重的教會裡面 他很少提到《以婚所書》 《羅馬書》那些恩慈 特別是提到張顯聖的恩慈 但我們怎麼看這方面呢 如果我們從《聖經》整體來看 要平衡地看的時候 我們知道兩類的恩慈都同樣重要 我們不應該去忽略任何一方面 雖然這個范玲恩追求的人 他們是看錯了《高林多前書》 第十二到第十四章 特別是《謊言的恩慈》 但這種是比較偏頗的理解 因為他們的理解就是 他藉著謊言是開啟其他張顯聖的恩慈 但是我們當我們再查到《聖經》的時候 用謊言來開啟其他的所謂的張顯聖的恩慈 包括你有醫治的恩慈 又有翻謊言的恩慈 又有一個神職異能的恩慈 都是由第一個你有謊言的恩慈 這種的理解呢 似乎好像發現沒有什麼聖的根據 我再說一次就是用謊言來開啟其他張顯聖的恩慈 就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我們想在這個謊言的恩慈的事情裡面 我們問這個謊言的恩慈是什麼呢 有機會我會跟大家特別講謊言方面的談討 但是這個題目 這個謊言方面 有些人說是用來造就自己的 我們看到第十四章《高林多前書》 有些人說是造就別人的 那究竟恩慈用來造就自己 一定會造就其他人呢 恩慈本身的目標是建立教會 去建立其他人 這個是聖經裡面一直這樣強調的東西 但是這一方面 當這個《高林多教會》 在高舉方言底下 其實成為一個決策來的 因此其實你看回整個《高林多前書》 第十二到第十四章呢 保羅是譴責著一些只是高舉方言的信徒 保羅是用這個三章的經文去指證他們的錯誤 因為在《高林多教會》的信徒裡面呢 是他們以高舉方言 以達成為自高自大 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加熟練 並且因為他們的錯誤呢 使到教會造成極大的混亂 所以保羅在書信裡面呢 去為他們去重整一個有秩序的教會生活 特別是教會敬拜 以及應該有一個操守 那麼這件事呢 似乎在很多犯聖寧恩次的 犯寧恩的教會裡面是比較忽良的 他們不知道本身第十二章到第十二章 根本那個探討的目標是什麼 不是高舉方言 而是指證單是用謊言 講謊言的時候呢 那個缺乏是什麼 而保羅他說在第十三章 是講到愛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忽略了這個的時候呢 解經上面是一個很大的謬誤來的 張顯勝恩次 其實是為信的人 還是為未信的人呢 這個也有一個問題 我們說這個恩次本身 是為信的人 保羅他說 如果他是這樣說謊言的時候 那些人來到當中不認識的時候呢 那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他寧願就是一個 先知講到之人更加重要 所以我們倒過來問 這個張顯勝恩次為信的人 還是為未信的人呢 也都成為了一個很大的爭辯的地方 但我們說說謊言 翻謊言 這個辯別諸靈 這些所謂的恩次 這個是超自然的恩次嗎 但問題是當我們問 有沒有在教會裡面 有些人真的有個說謊言的恩次呢 就好像這個 那個說謊言的第二章裡面 他們按照聖靈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語 當然我們知道 在當時的十月門 未必是有的能力 說那些別國的謊言 但是會不會在我們 當我們說謊言的恩次的時候 在今時今日裡面 或者用說謊言的恩次 或者用說謊言的恩次 有些人具有一個特別的謊言的恩次 即是說他招呼那種新的語言非常快的 他能夠很快用那種新的謊言 去跟別人交往 去將福音傳給他們 我們知道 在整個教會裡面 有一種叫做宣教士的一個角色 有些宣教士去到那裡 是真的要學新的語言 但是有些宣教士 他本身是有恩次 很快就招呼那種語言 於是怎樣 很快就能夠用那個地方語言 去跟別人溝通 甚至是怎樣 將他傳放福音 你如果知道我們當中 有一個中東的一個夫婦 他們在當中 他們去學那個阿拉伯文 他們現在是用一個新的語言 不是用英文 不是用中文 不是用西班牙文 他們在用一個新的語言 去幫他們傳放給他們 因為有些地方 你不用那個謊言的時候 他不懂那個恩次 他不能夠知道你說什麼的 他不知道福音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去怎樣去理解 是不是一定是用一個超自然的恩次 是不是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 和或者第十四章 是一個一定是超自然去看呢 比如當我們看到知識的言語 和智慧的言語 究竟這個言語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聽話人是一個 有些人真的很懂得 匯用知識去提醒人 有些人說一句說話 一些智慧的說話 去感動人心 所以本身這個恩次 是不是一定要當看為超自然呢 都是一個值得探渡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恩次隨著聖靈的感動 而有的時候 只高舉一項 而高於其他的恩次的時候 是不是反而去違反了聖經 裡面所說的聖靈的心意呢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過恩次的時候 恩次的運用和發揮呢 都是一種的去立己立人 其實是建立其他人 那你怎麼建立自己呢 當你去運用這些時候 你其實自己有體會的 這個等於我們有些人說 教學相長 當你教的時候 你怎麼說 你會學得更多 所以這個恩次的運用的時候 是做就自己的意思 但是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 完全對人沒有益處呢 是不是完全分開了 只是做就自己 不是做就做其他人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 一個恩次 你祝福其他人的時候 自己都感覺到自己 被神所使用的時候 你都是一個對自己的認識 或者對神的認識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 即時的恩次好像說了多少少 但是我們要知道就是 似乎有些的教會 是高舉了一方面 忽略了另一方面 全面看這個恩次 會得到什麼的結果呢 是不是一個平衡的結果呢 大家都值得去探討 好了 第三方面是什麼呢 我們說生命的聖靈 又說恩次運用的聖靈 第三方面是引導的聖靈 神的引導的本質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就是神的本質 叫討神喜悅 去明白神的旨意 在這個引導底下 我們少一些去受到神的懲罰 和臨近的災禍 因為當我們不知道神的標準 而犯罪的時候呢 會不會造成上帝的報應呢 所以我們認識神的懷疑 離開罪的時候 一定對我們怎樣呢 是有得福氣的 當然我們說如果可以的話 能夠明白神的引導的話 事是能夠倡心所欲 來到去信是信警的時候呢 那當然是好 但是這個明白神的引導 不一定是一盆封信的 正如好像當我們見到保羅 在這個所謂的 《聖靈傳》裡面記載 有人在這個聖靈的感動底下 他預言到這個保羅一定會怎樣 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會受捆綁 所以他就要綁住自己 告訴這個保羅 就是聖靈告訴我你會受捆綁 但是對於保羅來說 他知道聖靈的引導 他不是避的 他怎樣呢 他更加公然面對的 因為他知道聖靈的引導 但是他更加知道上帝的心意 一個人會在上帝的心意底下 可能你會面對一些苦難 但是對於他來說 只要他知道這個神的心意的時候 他怎樣呢 他無懼於苦難 所以我們要知道 就是你明白神的引導 不是代表你一盆封信 是代表你 是能夠去知道 無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都能夠處變一盆經驗 我記得在我一次的講到的時候 和大家講到這個聖靈的引導 或者聖靈的工作的時候 我用羅馬書 記不記得 其實羅馬書裡面 聖靈引導裡面 是幾樣東西 是值得再一次提醒的 聖靈的引導本質 是印證我們神的熱淚 去提醒我們 和感動我們 繼續去感動 我們這個 很多時候 很多瑕疵的我們自己 我們神的熱淚 放心來去投靠上帝 上帝來作為天父 去隨時 來聽取 神的熱淚的 祷告呼求 我們去接著聖靈引導的時候 我們使得我們 能夠在這個基督裡面 得到新的生命 我們這個生命繼續延續下去 聖靈引導我們 聖靈幫助我們 叫我們繼續更生自己 所以聖靈裡面怎麼樣 他給我們有新的方向 新的來認識自己 新的發現 認識自己 認識上帝 都是這個在新生命裡面的一個作為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聖靈他引導我們 住在心裡面 去提醒我們的時候 是可以繼續叫我們悔改 叫他認罪 叫我們回轉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們看到聖靈引導是什麼呢 是使得我們去認識耶穌 認識神 也都是認識聖經 聖靈被稱為真理的聖靈 我們來認識他的時候 是認識聖經所說的真理 我們認識的體會 一定不會跟聖經相矛盾 如果有些人去認識 所謂的正式真理 但問題是他所說出來的 跟很多聖經都好像相矛盾 甚至你所舉的經文 都好像不適合的 是聖靈引導我 那究竟他是斷章取義 還是按照真理去詮釋 解釋聖經 所以我們知道聖靈 是不會叫我們的理解 的真理 是跟聖一雙矛盾 而聖靈他的所謂的真理 他叫我們去認識 本身的真理的中心 就是耶穌基督 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有些學者 有些在理解聖靈的工程中 他提到一個用詞 叫做以基督為中心的聖靈觀 他令我們更加認識耶穌基督 更加能夠明白耶穌基督 跟我們的關係 這個是聖靈引導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不是我們將來要發生什麼事 我們將來會怎樣 不是是我們自己跟神的關係 將來如何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我們看回很多的 我們發覺藉著不同的超然的 異象異夢 我們看到將來發生的東西 那究竟發生了之後又怎樣呢 我們按照神的知意而行 無論發生什麼是苦是樂 如果這個是神的知意 我們會繼續走的 我們需要去給我們的信心 和勇氣 去除去我們懼怕 不是去逃避 不是去逃跑 不去找我們自己安樂 犯靈恩的群體 和極端靈恩的運動 其實要單用一個經歷 包括靈裡面奇特的經驗 異象 異夢 這些特殊的超然的經歷 你都決定聖靈 或者基督 或者上帝引導 其實這個是一個偏離正道之舉 我要小心一下 我們知道靈恩教會裡面 這個群體其實很大的 是當中可以區分為 有比較溫和一些的 有極端一些的 和異端式的 我們今天所針對 所反對 甚至我們所對付的 是後面極端和異端的班 因為我們重視經歷 而忽略了這個正確的理解聖經 其實我們在當中 我們知道有些的教會 其實很早已經是加入了這個 福音派教會 他因為他會重視這個聖經和福音 他覺得這個 大家都在同一個信仰裡面 他不會抽離自己 他更加把自己放在更大的群體裡面 所以你看到如果是越來抽離自己的時候 覺得自己最重要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一個警察提醒我們 其實這些才要小心 我們會懂得分辨 那些是說得對的 他正在高舉耶穌 我們要跟他一起 但如果有些不是的 他正在高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我們更加要小心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 所針對的 是一個犯寧恩裡面 比較極尊甚至異尊的群體 我們要去更加要放膽 去稱他們是一個 不合聖經根據的群體 好了 由高舉聖靈到犯寧恩的現象 的趨勢裡面 我們怎麼去評估他們呢 那麼我們在 我看了一些不同的參考書裡面 我曾經去看過 曾經張家音的師母 曾經張家音的師母去 他曾經對這個犯寧恩的現象 他列出了六大的範疇 那麼這個裡面 他定出了一些方法 他們會的對象 一些什麼 我覺得作為一個借鏡 因為態度太複雜了 那麼我們 對於我們信徒一下子 要消化這麼多 不可能 我做這幾樣東西 那麼 看我們大家對這個 所謂這些現象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理解 而我去作為一個簡單的 給一個評估 好嗎 跟大家在這方面分享一下 好了 第一方面 就是 他提到 這些教派裡面 其實很著重 敬拜讚美 對象是什麼呢 就是你敬拜神 他的方法是什麼呢 他用時代這樣的音樂 短歌 重複去唱歌 重複去唱唱 以至他們有一個活潑激情的方式 那目的是什麼呢 在對自己方面呢 就是讓他們可以更加在這個激情裡面 追求這種 在這個經歷裡面 當然他們追求這種經歷 就是聲靈同在和實在 那麼有時候你發覺那些歌裡面 的確是有這樣的感染力 是吧 音樂有一個感染力 你唱到那些快歌裡面 你個人會開心一點 是不是 在為教會方面 目的裡面就是 建立一個活潑讚美的教會 使我們有一個活潑敬拜的教會 的確你試試看一些的靈恩式的教會裡面 他們那些勁敗讚美是活潑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我們當中都需要去參考 啊 怎樣令我們活潑呢 那為什麼我們死起沉沉的呢 這個也都引致很多人 去參加這些靈恩式的教會裡面 看看他們 但是如果你知道歷史呢 和大家講這些靈恩的歷史呢 就是 起初的這個靈恩的教會裡面 其實沒有注重這方面的 其實是受了後來第三波 的靈恩的發展影響呢 因為第三波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音樂家 葡萄園啊 他們呢 他們其實是作了很多歌 寫了很多歌 啊 敬拜神那首歌 大家有聽過啊 Majesty 這個 Holy Spirit 這些歌很漂亮的 其實是由 在後來裡面 這些音樂家裡面呢 他有一個方面的背景 他寫出來的 但是早期的 初期的裡面呢 其實很多不是 這方面沒有認識的 是慢慢被其他 這個是福音派裡面的第三波的影響 他們慢慢走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 令他們更加有一種新的認識 所以 這個活潑賺美其實本身是好的 音樂它有感染力的 我們能夠善用音樂 去帶動教會上下活潑起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其實都 我們適當地引用了這些好的方式 但要小心就是 其實音樂 歌聲 沒錯 有一個圖野性情的作用 但如果歌詞裡面不完整 腎口裡面不正確 我們只有一個外表的結果 你可能你曾經聽過這些歌 可能你沒有聽過 我曾經聽過那些歌 其實可能那些歌 好像喊口號式 其實喊口號式裡面 有一種很麻醉的作用 因為好像成了什麼 好像要 就是 就等於一個軍隊去 開頭的時候都喊口號的 他將那些歌 變成口號的時候 怎麼樣 都感染了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困擦 困擂 那的確有 如果加上音樂的時候 的確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其實留意的 不是音樂 留意就是 有些歌的歌詞裡面 有沒有完整呢 神愛有沒有正確呢 是不是只有外在的結果呢 對生命的培養 實質有沒有的幫助呢 如果仍然沒有意思的時候 那你怎麼樣呢 我們其實要分辨一樣 就是 是神在感動你 還是音樂的分途 在感動你呢 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覺得 音樂裡面很厲害 大家唱到哭了 那些聖靈感動了 其實可能 我們是被 這個音樂的感動 而流淚 未必是聖靈在當中工作 但是其實在 范靈欣的群體裡面 沒有的 只要大家達到這個結果的時候 就起來了 究竟是鼓聲的結果 還是音樂的結果 還是真的是靈裡面的結果呢 我們看回很多時候 一些很復興的聚會之後呢 究竟有多少人生命是改變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做一個評估就知道 所以我們說 這種的活潑敬拜 是需要再加上就是 鼓勵我們繼續在靈裡面追求 或者說這個音樂 這個音樂可能 會失去了一個意思 在那裡 淑靈的恩賜 對象是 對自己 藉著什麼呢 就是去想像默寬 追求謊言的方式 用謊言來開啟這個 其他恩賜的藥士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他們所見的就是 追求異夢 異夢二象又不是這個 十二章裡面 在《科林多前書》裡面 《恩賜》內容 它會用什麼呢 這個就是 《若爾書》裡面記載 《少年人要作異夢》 然後有見異象 但這個不是在這個 新約裡面所記載 《恩賜》的類別裡面的一種 那 異夢和異象 是不是一種恩賜 也不是 但是它是在學習用謊言 異象異夢 去追求知識的言語 但不是一個可見的知識 是神秘的知識 智慧的言語 就不是一個看得到的 但是突然間 我勝靈告訴你 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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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求一個先知的預言 就不是一個廣道式 有一個你將來會怎樣 發生什麼事 目的是什麼呢 對自己來說就是 追求勝靈充滿 去發覺和運用超自然的恩賜 但是 這個的 超自然 是真的超自然 還是成為神秘呢 超自然的 其實中間有分別 為教會 預備信道 接受聖靈充滿 所以他們為什麼 將教會小組化了 其實小組化不是問題的 但問題目的是 就是藉著這個分組之後 大家一起運用這些恩賜 所以在大家一起去裏面 互相來看異仗 異夢 互相來講謊言 然後來輪流來翻謊言 等等 我曾經都跟他分享過 就是 這是整個 cycle 一個循環 就是你有人翻 你有人講 就有人翻 有人翻 有人翻 有人辨別 有人辨別就知道 辨別了之後是真還是假的 其實這個過程裏面 任何一個所謂一個環 扣的環 扣了脫軌 都有問題 你怎麼知道 這個人講的方言 是真的 知道 那你翻方圈 你怎麼知道翻方圈 翻得對 於是你說這個 所謂辨別諸定 你怎麼知道辨別 是辨別對還是錯呢 其實這個裏面 一個循環裏面 我曾經都分享過了 這個評估是什麼呢 其實指高舉超自然的恩賜 而忽略其他的恩賜 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就是他們的問題呢 他認為方言是首要 而忽略聖靈 隨幾二去分給 將不同的恩賜 分給各人 這個聖經真理 似乎他們沒有留意得到 將一些的恩賜神秘化了 是不是造成一個問題呢 聖靈充滿是關乎生命的聖靈 即是聖靈呢 似乎沒有什麼解答 有了這些恩賜 就是聖靈充滿是關乎一等嗎 有些人可能真的會這樣認為自己是 以致造成了在靈音教會裡面 不斷有很多的分裂的現象 還有這些沒有恩賜的人 但是也都在聖經 在這個新聞裡面 在我們看到的事例裡面 他屬於有很多失見症的現象 和這個事例 我們說屢見不善 就是很多時候都有 第三 另一方面是什麼 靈因 靈命更生 靈命更生 在這第三方面 其實我們知道聖靈充滿 追求聖靈都很想靈命更生 所以對象一定是自己 他們會藉著一個長期或定期禁食 去對付自己 對付自己的罪 追求聖結 這個方面我是很贊同的 因為其實他們有想對付自己 我覺得他是可以去 有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追求聖結 無妨 但是問題就是 OK 目的就是為自己 我們有一個討告的生活 追求這個活在聖靈裡面 以至我們能夠去 無愧於被聖靈所使用 或者被神所使用 成為一個無愧的公癮 這個是很好的 對教會來說 能夠建立一個討告會 有一個討告的慶典 或者有一個不斷的更生 陪寧和調整 那麼教會一定是有一個很大的 很好的影響 在靈命更生裡面 其實 都是很多的渴求 為什麼 這麼多人去去寧恩教會 你想看 因為 當你追求靈命更生 相對於 枯乾的教會 或者比較 冷漠的教會的時候 的確是吸引很多人 我們都需要在這方面 重新去反思一下 我們的靈命有沒有更生 但是我們怎麼評估呢 就是第一代靈音運動 其實是連接了十九世紀 和二十世紀初的聖結運動 或者奉興運動 因此他們追求這個靈音的目的 是個人靈命更生 其實跟其他因此無關 他們的目的是認識基督 認識耶穌 見證基督 高舉基督 甚至全洋基督 而我們感謝主 其實1948年 有很多靈音教會 加入了呼音派行列 其實這是個好事 他們知道經歷和聖道 是要相協調 才能合復神心意 但是靈音運動 永遠走偏 越來越激多 越來越溫和 溫和的大家不會看蟲 所以 其實當有些靈音的教會 走向溫和的時候 其實有新興教會 走向激烈 新興教會 現在都有很多 其實走向 以經歷為本 聖經為次要 其實他們不是說 我都讀聖經 問題就是他的經歷 先行 去找聖經去印證他們的一些看法 離經的運動 其實如果是這樣走快的話 一定走向神秘化的信仰 變得神神化化 有時候甚至是離經背道 同樣抽離 離群式的 去曲弓禍寡的生活方式 以為自己是對 以為自己是為神 其他人錯 分去了當盡的責任 其實走向邪教之路都不知道 這就是 因此我們對於 極端的靈欣的小群 我們要加以小心 不要進入誤區裡 犯靈欣的教會裡的信徒 有時候高舉自己是熟靈的經歷 甚至比其他人更熟靈 甚至論斷其他人有沒有聖靈 這種行為其實是不能接受的 我們當然要防法 在靈欣的教會裡 其實很多時候是有代討的服侍的 他們很多時候是為人祈禱 很好的 對人是怎樣呢 這個是對人的對象 對象是對人 方法是怎樣呢 他透過謊言討告 他叫恩高的服侍 這個是靈欣派的用語來的 他為他祈禱 然後一路討告的時候 自己用謊言 按著手 期待就是受捆綁的人得到釋放 有些甚至被聖靈激導 如果大型的被聖靈激導 是震震震震震震的 然後在當中 可能在當中 好幾個小時 他覺得這個就是聖靈的工作 是不是呢 其實 我們大家知道 如果是理性的 不一定不是 有時候甚至浪費時間 操練信心 操練信心 或者是操練 Faith Healing 一個信心治療 他們經常都說內在醫治 他們的目的就是為自己 方面是怎樣呢 就是 目的有兩方面 為自己為教的 為自己方面是怎樣呢 追求經歷全人的醫治 有些人就說 是 直到討告 直到一個 有人為我按手方言討告之後 感覺到內在的醫治 過往傷痕 那麼影響自己 捆綁自己的 去尋求那個靈裡面的疾病 是什麼 用他們的話說 就是 這種方式是清淡垃圾 過往的清淡垃圾 教育裡面呢 就會怎樣 建立一個心靈醫治的事工 建立一個代土的團隊 分組出去服侍 給一支按手祈禱 方言祈禱 好了 這個評估是什麼呢 代土服侍 關懷別人是很重要的 教會要成為一間 有親和力的 親和力感染力 關心教會 關心其他人的教會 我們打錯了字 教會要成為一間 有親和力感染力 關心別人的教會 但是這件事情 在探討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是很重要的 當你探討道成肉身的時候 其實可以得出相似的行動 就是要有關懷 其他人 要有親和力 要在人群的苦難當中 和他們一起 而在方法上面 似乎我們在看這個代土服侍的方式 用過激和神秘式 甚至是聖靈激倒 這種的目標 希望我們能夠被聖靈激倒 作為一種治療方案 其實可能會引發另一種熟靈的成癮 不斷追求這種經歷 這種經歷不斷越大 因為其實所謂成癮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這個經歷 這個經歷本來是好的 但是你一直覺得 這個經歷的時候 你覺得不夠的時候 你會追求更大的經歷 就好像隱性一樣 那結果是怎樣呢 本來內在醫治 變成另一種依賴 依賴是什麼呢 另一種超然的經歷 所以我們要小心 在過往的經歷 其實是痛苦是不愉快的 追求過去的疤痕 雙疤 其實對未來 是不是有真正大的意義呢 我可能請教一些不同的父老專家 有時候說不一定 很多人不一定是 他真的要清楚 離定過往 種種發生的事情 他可以有一個新的眼光 新的事物去看現在和將來 他可以活得精彩 不一定去追尋過去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意義治療法裡面的基礎 過去怎樣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活著或者活出生命的意義 活得更有意義才更加重要 現在的教會生活下 我們如果教會 我們能夠造成一個家的觀念 為過去的能力去幫助一些人 去彌補過去的缺失 好像一個補償一樣 其實這個是上帝在地上 設立教會的永恆計劃和心意 另一方面就是 誰有一個辨別諸靈的恩賜 去分辨證明自己 真是過往有這樣的經歷 阻礙自己 你的傷痕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傷痕呢 還是我把我認為的傷痕放在你的裡面 以至於你認為真的有這樣的傷痕呢 在精神分析裡面 有時候我們將會 將一個答案放在那個人那裡 成為那個人自己發現的答案 我們有時候未必分得清楚 如果在這方面呢 其實呢 我們有時候相信 心理醫生的診斷 多於寧恩者的說法 屬靈爭戰 對象是對鬼 方法方面就是用權能對峙 權能的一個宣告神的大能 用討告行軍 這些全部都是字眼來的 屬靈的繪圖 就是宣告這個地方 就是不再屬撒旦 只是屬神的 就用趕鬼式 就是奉耶穌明 趕隨這些 用對策性的方式去針對地區性的邪靈 那為自己方面會怎樣呢 趕鬼 去做一些斷除一些就座 清理過往祖先的禍根 拆除了偶像 處理邪靈的侵擾 教會會建立一個釋放的事工 舉行淑寧的爭戰的沿道會 一起去宣告我們的德性 其實我怎樣去評估呢 有時候是 有一種的情況就是 靈一教會去講邪靈 不斷有趕鬼的現象 有時候是比較極端化的 就是你信 你講我信的那種的情況 其實聖經裡面怎麼看邪靈 怎麼看這個什麼呢 以法所說第二章第一節 是講到邪靈是世界的靈 空中的掌權者 但我們是屬基督的 是最新的一個新的角度 但我們不是一個 完全另一個角度裡面 我們是一個 撒旦的角度之中裡面的 屬神的人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 路德中的教導裡面 我們同時是罪人 同時是義人 我們同時在一個被罪 被罪的捆綁的世代裡面 但我們是屬於上帝 我們在一個被鬼操控的世代當中 但我們同時是履行主的使命 為主作見證的聖徒 所以我們要小心就是 我們要小心面對的誘惑就是 我們要宣告這個是沒有撒旦的所為 但是有什麼地方是沒有撒旦的所為的地方 我們是不屬於這個世界 但我們有時候我們是 它是面對世界裡面來自不同領域的 引誘攻擊 這個是撒旦用的伎倆 我們有講素人爭戰 我們有趕鬼 但我們不止於犯鬼論 我們的 是在當中的確是有人有被鬼附的 我們會奉耶穌名趕鬼 但我們不會是真的什麼都是鬼的事 靈一派的人士裡面去趕鬼 但有時候都很怕鬼的 怕到一個地步就是好像靈不安的 什麼都是鬼的 但我們要小心就是 神的話語是我們的燈 是我們腳趁的燈路上的光 是幫助我們的 所以我們在當中有神的話語的時候 反而我們更安心 我們用理性 用感性 用信心 去協調這些神秘的東西 去正視神秘的一些色彩的東西 最後一件事是什麼呢 在寧靈教會裡面 其實他們都很講宣教的報道 是好事來的 對象是不是對人 特別有時候 很多時候關於弱勢社群 方法就是一個討告報道 權能報道 積極地去在本地 在海外傳聞福音 在這個目的方面 就是去追求經歷 追求經歷一種有能力的報道 所以我們叫權能報道 在宣教時供裡面 很多時候都用權能報道 好像宣告這個地方 屬於神 然後傳福音 然後歸向神 去捆綁殺人的作為 所以權能報道式 是他們很多時候用的字眼 對教會來說怎樣呢 其實是建立一個教會的報道時供 推動一個就是合一的討告 同德我域 這個 是不是超錯呢 不是喔 真是這個字眼 praying our city into the kingdom 在我自己的過往成長裡面 我都很相信 其實這種個人對神的經歷 其實是促使我們去愛人靈魂的 不斷來關為人的 還不是得救啊 得福音的這個需要上面 但當我們評估這個寧恩的教會的時候 沒錯寧恩教會的熱誠 的確激發起很多宣教的活動 關心人靈魂 為神的角度爭戰 使他們成為一個很大的動力 但愛人靈魂的心智 不是寧恩教會專利來的 非寧恩教會的信徒 也都是迫切的全陽的福音 令人歸主 我們是因為主耶穌的大使命 而引發起全陽福音的激情 另外就是 討告報道和權能報道 只是一種手法 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時候權能報道在山區 在比較落後的地方裡面 有時候很需要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邪靈 甚至很多巫師在那裡 權能報道的確有 在那個地區裡面 有一種爆炸性的影響 大家權能報道 但是權能報道 在城市宣教上面 似乎有些好像 面對一些不同的情況 好像不是很大的效果 《聖經》裡面告訴我 其實是用各樣的智慧 將人完全全引到這個上等面前 我們不只是用一種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譬如好像友誼報道 家人報道的方式也有 所以用總括來說 方法萬變 基督不變 聖靈的寶貝斯的角度 也都不會改變 也都不變 也都不會改變 我們不要去 以為就越神秘 就越有效果 我們試用這個五成 去悉心去解釋真理 用真心 用愛心 用熱心 我們可以領更多人歸向主 我們和大家講述了這麽多的這方面 總括來說就是 在我們剛才所分享的裡面 就是想給大家一個比較全面的聖靈工作 但是我們也都提醒大家 不要傾向於一種的 只是看重一方面 而忽略其他 甚至不要去到一個 至高的心態 覺得這個唯一的經歷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 甚至一個高不可測的經歷 我們知道就是聖經為本 和認識耶穌更加重要 好了 那我先停到這裏 想給大家時間去分享一下 我會把這個招門給了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講義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講義分享給大家 我將它改一些type error之後 就是打錯了字之後 我會分給大家 有沒有什麼分享 或者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問題 我自己的心裡 就是聽了這麼多 其實靈音派是有自己的長處 所以我們要懂得怎樣去分辨 同樣的時間 我也不要太過妄斷 就說靈音派不好 這個不好 但是靈音派 特別是靈音派裡面 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們需要學習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分辨出 那些是極端的靈音派 或者有些已經差不多成為異端的靈音派 所以我們要小心 我同意的 因為其實我們 我自己在重整我自己 interview 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神老傳統 我經常覺得就是 我們有時候真的需要有一種情感的激勵 因為如果沒有什麼情感的時間裡面 你怎樣能夠跟人去相處 或者相交 我們需要一種 將我們內心去表達出來 我們有一種激情在這裡 我們需要在當中知道 你不可能用理性想通了上帝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如果走向另一種 太神秘式的 什麼都是 每天都說得通的時候 甚至連那個經文的 本身 很簡單的上文下 你都解到成為 好像你自己想法的時候 那這件事就很大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我們在這些背景裡面 叫我們去重視聖經 但是在一些很著重福音 很傳統的教會裡面 去告訴我們怎樣解釋聖經 因為其實解釋聖經是一種的解經法 這些東西其實是需要學習的 我們不是這樣 其實看出來就看完 甚至我們其實 我們整個聖經本身的主題 我都不了解的時候 我看電經文在上面 很容易走向比較極端和謬誤的 所以我們要去聖經神學 作為一個主題 這個就是要去神學教育 或者神學教育 作為一個牧者 要做傳導的時候 要一個訓練的原因 有些可能說 聖靈引導我 我看聖經就行了 我不需要去任何訓練 聖靈教我的 這個就是要走去靈恩的極端 對於靈恩裡面 一些趕鬼裡面 我曾經見過一些 可能趕鬼到離譜的一個地步 就是那隻鬼好像到處躲 你在那裡出來 你在那裡出來 在那裡出來 我們看到初初如果不認識的時候 哇很厲害 你看到去哪裡 但是後來知道那個姊妹 她是肌肉發炎 她不停都很痛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首先叫她去看醫生呢 你不明白嗎 這個是另一個極端來的 有些事例裡面就是 為什麼她不去看醫生 我相信神就行了 不需要去看醫生的 可能就一個小瘡 到她發到很大的時候 一個不能醫治的死了 那這個是誰負他的責任呢 就算你說自己得到醫治之後 有沒有這個醫生 做一個診斷之後 做一個證明呢 其實正確的一個教導 就一定是怎麼樣呢 如果神醫治了你 你去驗證一下 去看一下 如果是證明了的時候 你去歸完 永遠給神 有些人在激情裡面 那一撒冷 哎喲沒有什麼事 但是跟著又痛快了 那這個是什麼呢 那真的是神醫治了你 那一撒冷裡面 你很興奮地 你以為自己是什麼 但是 是不是上帝 用了根次去教導你 去學會去信靠他呢 所以這其實是 後來是很多的反思出來 沒事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的 以科書第二章 第二章的那個 《空中的邪離》 我甚至提到過 那你怎麼想 空中為什麼要邪離 那願行呢 所以說 這個的撒旦 的 撒底遊在這邊呢 我覺得這樣 如果生活當中 現實生活當中 真的有這樣的用 真的這樣做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對不起 就是好像 那些 好像我們曾經提到過 有些人 好像痛了 好像我之前 我姊妹也提到過 她說 痛了你真的不行啊 我簡直上 逃過逃過 真的好 或者什麼做 因為我自己 兩年之後 我曾經 初中的時候 分享一些事情 就是好像說 從以前開始之後 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無緣無故 就是因為身邊有痴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現在都沒有痴 看到很多次醫生 她的油 又不斷地塗 沒有聲音多的時候 我一般就會很癢 塗到油都沒有用 但是沒有聲音的時候 我就會痴 我就不會覺得不舒服啊 或者什麼東西啊 那我再問一下 如果真的這樣發生的事情 我上個星期 新病剛剛回來了 然後就 我最近不舒服 有點冷 我都不舒服 但是今天就好一點點 所以我就關掉了那個 所以我就想 如果真的有人做那些 空中邪靈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教會都有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碰到的時候 積極一點啊 或者什麼一點啊 真的有種 好像打壓那種感覺 我們教會 我碰到其他教會都有那些 因為我妹妹都是基督徒 她教會都有些 那麼她呢 都給我看那些 那個教會那個 是消磨的那間教會 我就聽到很多那些 姊妹的分享 有姊妹啊 本身也很花困 結果無端端得了 又鬱陣啊 做什麼的那些 很多那些事情 她說 我看的時候都看不到 我都祈禱啊 寫一下日記啊 靠生命 就好像解決了那些問題 好像很無端端 都是靠生命去得救的那種方面 那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有人在做過那些事情的話 那些基督徒真的應該怎麼做呢 真的應該靠生命去做 明白 我試一下理解一下你的實體 其實我們第二 《葉婚所書》第二章裡面 有空中的掌權者 有邪靈 有一個惡魔 惡魔爭戰裡面是真的 我們在第六章 《葉婚所書》所說的 《蘇靈的爭戰》 的確是一種 與空中的掌權者來爭戰 那我們都看到 有一個世代裡面 有很多人是 甘心來去 製作一個 很膠軌的方式 去達成一些東西 可能去 有些可能也都害其他人 有些可能也都是 在當中去遇上一些 在邪靈裡面的事情 那這些全部都是 的確是有的 有些人在當中 在祈禱的時間裡面 有些人會得到醫治 例如他的例子 可能得到釋放 都是由於這樣的事 我們首先會分辨 如果那個人 他本身究竟是 精神病 一個憂鬱 還是一個鼻鬼苦 我們首先要了解 但我們不會一下子 所有的都是邪靈搞妖 但我們也不會一下子 所有的都是心理現象而已 所以我當中用一個 開放的態度去看 事實上當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祈禱的確是可以用祈禱 甚至有些人趕鬼都用祈禱 祈禱趕鬼的確是 聖經有教導的 禁食祈禱這件事 好像耶穌說 若不成就禁食祈禱 這個鬼不會出來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件事 但是 是不是至於 在另一些教會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聖靈 所有東西都是邪靈 甚至是犯鬼論 都是鬼作怪 其實有些東西不一定是 所以變成我們要分辨 所以我們見偶然一個事例裡面 不能夠足以說 他適合與錯的 但是其實我們都很虛榮的態度 就是 如果那個人去祈禱裡面 他得到自己的釋放 那些以前來說很不同的 那時候我會聽聽他的見證 而期望他的見證 看一下究竟我 但是我們會看一下 當所引用的聖經 去見證裡面的內容 跟聖經引用的時候 有沒有相互協調 我會做一個比較 但是目的就是 以致我更加知道 我為這個弟兄或姊妹 他真的被釋放了 為他更加感激了 但是我當然不會每次問 是不是現在這樣 不是的 因為搞完一個弟兄姊妹 分享到這個 我不會說你錯了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經歷 都是很長的 實在是很寶貴的 但是我們如果是 作為一個全面認識的聖經裡面 什麼叫魔鬼啊 聖靈啊 這些的時候 我們就要按照聖經的根據裡面 就是清清楚就知道 聖經教導怎麼樣 那個別的事例裡面 是很難作出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聖經裡面所說的就是 我們任何地方 這個世界裡面 任何地方都是在 撒旦所管控之下 所以我們都可能 會有時候用權能的 權能的那種對峙 power encounter 這個就是說 我們當你要去衛神工作的時候 撒旦會搞妖你 影響你 這個是我們需要去奉耶穌的名字 我們都會有這樣去說 所以為什麼說 某程度上 其實我們不是說 這些東西全部錯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分別就是 但是當它走到極端裡面 它是通過一些很神秘式的 異像異夢式的 就說這個就是這樣了 那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傳義 一個疑問在這裡 為什麼你會去祈禱的 這個異夢裡面就是這樣 那個真是被鬼附的 事實上有一個事例就是 有些人說 當我祈禱的討之後 我覺得這個人其實是不信得過的 當我祈禱之後 我覺得這個人其實是 當中是魔鬼來使用著他 那我們就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你說 對 聖經裡面有時候神會 人會容易被鬼操控的 你這句說 這個 statement 對 但是當你引用那個人的時候 為什麼你覺得你在異夢之後 那個人真的 聖靈 不在他當中 邪靈去搞要他呢 甚至這個人已經不再是 這個屬聖靈呢 那你用什麼含意呢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在當中 就要很清楚的去分辨 和去了解整個的事情 但是就神的神跡 歧視 今天仍然發生 有些人會說 沒有了 我自己本身仍然保持開放的人 是有神跡事情發生的 有人是可以在神的裡面 被得醫治的 甚至是一些絕症都可以得醫治 但是 不是代表只是用祈禱的方式 不是唯一的方式 那 有人是被鬼附之後 得釋放是有的 那 所以我們就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的操作方式裡面呢 我們就保留一個小小的 一個的 要去 小心分辨 不陷在迷惑裡面 希望大家 藉著這幾個workshop 一步一步 希望能夠去認識到 這件事情的功課 其實是很複雜的 是很豐富的 也都很複雜的 但是呢 我們希望我們從不到角度 和大家分享 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關於醫治這件事 和這個謊言這件事 我們到下一次 下一次我應該會和大家 我回來了 一起在教會裡面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時候 不妨再來發問 好嗎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學習 我知道今天 有很多的內容裡面 都不一定是記得了 所以我給大家一些資料裡面 讓大家去看 你遇見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圈低它 滑低它 你可以問我 我們不如請一下 趙大兄 為我做個祈禱 趙傳道 為我做個祈禱 果然也可以 我們一起來到祖的面前 親愛的祖 我們非常感恩 因為我們預備這樣的時間 藉著老師 藉著牧師 跟我們的分享 讓我們知道 聖靈是怎樣在教會中 在過去的現在 在將來 怎麼樣在教會中運作 恳求主 賜下聖靈 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能夠更加的明白聖靈的工作 能夠明白主的話語 也求主帶領我們 眾弟兄姐妹 有一個非常好的休息 讓我們能夠預備好 接下來的時間 每一天能夠有主的靈 在我們心中同在 謝謝你的帶領 聽我們的祷告 奉主耶穌您求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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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